除了降雨 高温天气也开始发威 中央气象台消息 昨天中国高温天气范围明显扩大 华北中东部 黄淮 江淮及江南西部 华南中东部等地最高气温都超过35摄氏度 河北 河南 山东 安徽等地部分地区达38到40摄氏度 昨天早上9点 北京平原地区的气温就普遍超过30摄氏度 再加上60%以上的相对湿度非常闷热 气象部门预计 未来7天 北京的最高气温均在30摄氏度以上 闷热感会持续 昨天天津 西青 保底 滨海新区等多地气象部门 陆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天津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 外出的市民纷纷打起遮阳伞 戴上遮阳帽 采取多种防护措施 气象部门预计 22号至23号 天津将迎来新一轮降雨 届时高温将有所缓解 气温会逐渐回落至32摄氏度 昨天上午 青岛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市区及沿海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1到33摄氏度之间 内陆地区最高气温在36到39摄氏度之间 沿海地区的相对湿度达80%以上 青岛各大海水浴场客流量不断攀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